憲法訴訟法修正草案 藍綠展開 即便攻防 第一項在講 憲法法庭的審理規則 你沒有辦法回答我 憲法法庭的審理規則 有幾條你就閉嘴 女人間的對決 旁人都插不上嘴 吳慎堯主張 憲法法庭審理規則 是由司法院訂定 立法院無權干預 而這一次爭議的 事件判決門檻修正 現行制度是 現有總額過半同意 也就是八個人就算通過 而國民黨翁曉玲 版本將同意門檻 調高到三分之二 換算下來要十人同意才過關 但狀況是目前大法官 人事審查尚未完成 七名大法官月底即將卸任 只剩下八人的話 因為不足規範 無法從事判決 因此民進黨主張 要先進行大法官人事 同意全審查 並召開公聽會 大法官在過去 其實他們駁回 人民的申請案的比率 高達百分之九十五 那麼如果現在只剩下 少少的八位大法官 他們有那麼多的時間 精力可以去好好的去看 這個人民所提出來的 申請釋憲案嗎 王曉玲指出 因為按照現行規定 剩餘的八位大法官 只需要四人就能判決違憲 民主正當性不足 而看看其他國家案例 美國在解釋憲法案件上 需要出席人三分之二同意 未接較低的法律命令案 只需要二分之一同意 德國則是在彈劾案 政黨違憲案 需要出席人三分之二同意 法律違憲問題 同樣只要過半即可 滿累情況下 兩好三壞滿球數 能推進取分還是救援封殺 藍營跟賴總統的頭打對決 正在上演 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